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欣赏今天的医学讨论的影片 我们最主要今天要报告一些跟临床的胸腔疾病有关的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个案的发现和一些复习的相关内容 在临床的胸腔医学的医学服务里面 其实我们大部分可以看到许多呼吸道疾病的病人 比如说气喘、肺主病或者是感染疾病像肺炎的病人等等 也有一些是属于肺癌的个案 常常在住院跟门诊当中可以发现到 在门诊的胸腔科的病人里面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道疾病 但是就发炎性的疾病来说的就比较偏少一点 不管在门诊或是住院的案例范围里面都比较少一点 不过这个部分它涵盖了一些兼职性的肺病 比如说肺部纤维化或者说是一些跟抽烟有关的 引起一些支气管发炎的疾病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个78岁的女性 最主要她是有倦怠感、肌受酸痛到医院来求诊 我们可以看得到她的四肢 但是手指头的皮肤有一些特别的发现 比较紧绷一点 她的临床的照片、胸腔的影像来看的话 似乎有一点点像是肺气肿的病人 只是比较特别的是 她在不管是最近一次做的肺功能 或者是她在过去所留下来的一些医学的资料里面的 一些肺功能的检查 并没有完全符合所谓的COPD 这个叫做肺主病的临床的诊断标准 也就是她的AVV1除于FVC 这个比值是大于0.7的 她做的这个叫做IOS肺部的脉冲震荡检查 似乎也可以看到她比较偏向是一个局限性的 就是Restrictive Lung Disease 这个局限性的疾病 比较有这个机会 那她的这个胸部的这个所谓的电脑断层的影像 可以看到她在比较偏向肺部的背后的支撑面 有一些肋膜方面的一些深厚的反应 然后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肺部的一些实质的纤维化的这种可能性存在 因此这个病人 不管就她临床的症状 以及她后续抽血的化验里面 都特别看到她跟风湿免疫的这个疾病 有一些特别发炎的指数有高起来 特别是这个病人 她的ANA 就是抗核抗体有相当的偏高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她的临床的诊断 就符合了这个所谓的硬皮症 硬皮症的这样一个诊断 那这个硬皮症 当然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风湿免疫疾病的 其中的一种 它会侵犯到许多不同的器官 那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呢 她会有不同的阶段 出现不同的症状 比如说呢 她这个在很典型的 就是会出现雷诺式症候群 在收指的末端呢 会产生一些这个血液循环不良的这种变化 那也会在皮肤的表皮呢 出现这个皮肤变干啊 表皮变僵硬等等这些状况 女生的耗发的这个机会呢 是偏高了一点了 它本身还是属于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 这样子的一个全身性进行的这个硬化症 也就是硬皮症呢 它跟过去的研究里面呢 所发现的这个叫做Hashimoto's 甲状腺炎 这个甲状腺疾病 它是属于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呢 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连带关系 因此呢 在去研究 如果发现这个病人的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去关心呢 这个患者是不是有皮肤方面的一些症状 以及风湿免疫学方面的一些表现啊 肠胃道方面的一些表现 甚至一些内分泌不正常的一些状况 都是跟这个所谓Hashimoto's 有关 进一步呢 可以去诊断出来呢 它可能有一些硬皮症的这种状况 那第二个患者 她是个60岁的女性病人 她一开始来医院的话呢 是一个发烧 但是呢 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 包括一些这个流鼻血啦 或者说四肢会有一些疼痛啦 那一些症状 也会有这个脚会有一些麻痹感的 这种麻的感觉 特别是她住院以后 她发现到一些所谓的红眼睛 和这个嘴巴干涩啦 四肢的这个神经末少有麻 还有这个肌肉会疼痛的这些表现 这些症状呢 都是比较特别 跟一般的这个肺炎住院的病人呢 并不相同 那她的这个影像的检查呢 也会发现在两侧的这个肋膜呢 出现一些肋膜炎肋膜积水的表现 然后呢她的这个电脑断层检查起来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大液性的肺炎 也没有看到说明显的这个叫做肺积水 等等的这些变化 反而是有一些呢 这个支气管周围呢 有一些净润 这个少部分的净润呢 并没有办法解释她的这个发烧的状况 因此呢我们帮她做了一些临床的这个检查 特别是这个肋膜积水呢 抽出来化验发现呢 她是一个以中性球为主的一种发炎反应 然后她的抽血的反应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她的一些风湿免疫方面的因子呢 都高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 这样子一个患者呢 她是一个叫做Seogren's Syndrome Seogren's Syndrome的话 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干燥症 干燥症 这种干燥症的话 她事实上也是以这个风湿免疫的 这种叫做自体免疫攻击到人体的状况呢 有一次特殊的这个致病的因素 她会影响到嘴巴肝啊 眼睛肝 还有些肌肉关节方面的症状 呼吸系统呢 就会出现兼职性的肺炎等等 肾脏有些患人患者呢 也会出现肾小管的酸化症 所以说她也是一个全身各个器官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 虽然是呢 过去呢 在内科学的这个讨论里面 也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个有特殊的这种 个器官侵犯的一个疾病 好 那第三个案例呢 她是一个特别一点 她是一个86岁的男性 她在过去住院的时候 从11月份开始一开始有发烧 然后呢 在临床上 她虽然过去有一些这个 所谓COPD的诊断 高血压诊断 但是在这次住院进来的时候呢 呼吸困难的相当的明显 发烧是渐渐断断的发烧了4天 那进而从这个门诊安排住院 那在这种住院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去比对她过去的肺功能 的确她是属于这个叫做COPD 这个叫做肺阻病 这样子慢阻病 这个台湾叫做慢阻病的一个诊断标准 但是呢 却也没有说特别的严重 因为她的FB1呢 还有90 以上 所以说呢 她这次生病的发病的过程当中 可见不见得是一个COPD的急性发作 她的过去的这个叫IOS的检查呢 也是比较偏向小呼吸道方面的疾病的 一个慢性戏肢气管发炎和肺阻病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还没有到达相当严重的这个肺心症 因此呢 这次的生病的这个原因呢 就值得蛮需要去研究案探讨的 特别是呢 她的影像方面会出现一些很特别的 在比较偏向两侧 双侧上肺液呢 有一些这个叫做区块 小区块性的这个实质化 而这实质化的这个范围呢 倒是啊 不是从这个叫肢气管的附近 一直到接近一个肺液 这样子一个范围的这个发炎呢 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情况呢 在住院的使用了一些临床的这个治疗 所谓经验性的疗法呢 使用抗生素呢 似乎呢 这个状况呢 并没有呢 很快的能够稳定下来 反而可以看到她这些肺部的实质化影像呢 一直持续的存在呢 发烧也是渐渐断断的 没有更好 那患者呢 出现的这个全身倦怠状况呢 持续的变得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临床医师呢 只好呢 跟家人讨论以后呢 我们进一步去做了气管镜 发现说这个病人在他的鼻腔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出血和阻塞 进一步的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电脑断层 那发现说呢 他的鼻部有一些这个发炎性的肿块 于是呢 我们这个病人的肺部跟鼻腔方面的肿块 都有做了一个病理的切片 会发现到呢 出现了一些肉芽肿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病理的状况 于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们就投育了这个所谓的肋固醇的治疗 根据这个状况以及病理的报告呢 他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就判断了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叫做血管炎 血管炎 血管炎所导致的这个临床的肺部的侵犯 临床肺部的侵犯 他的诊断标准特别就要看到 他的这个叫做C安卡 还有32倍上升的这个状况 这个情况呢就比较特殊了 比较特殊了 所以在这个血管炎呢 临床上他可能有很多这个因素引起 好那但是呢 他会造成了这个叫做这个鼻腔 鼻腔道的这个出血 还有肺的出血 肺的咳血之后都可能会出现 那过去呢这个名称呢叫做 regenerous granomatosis 那但是现在呢这个新的名称 病理学方面的名称叫做GPA跟MPA 就是侵犯到中型跟大 中型跟小型的血管为主的一个血管炎 这样子血管炎的发生呢 是比较少见比较罕见的这个兼职性的肺病 那诊断的过程呢 当然就是要考虑到病理方面的检查 好像这个患者呢 就是因为有了病理方面的一个 这个报告呢 在进一步去回溯 他血中的C安卡呢 是真的有上升 于是呢才有办法做一个确定的诊断 那过去文献里面可以看到呢 Vegenerous granomatosis 他也会出现像开动一样的病灶 那双侧的肺部的侵犯呢 也是相当的明显 好 这个是并不少 并不常见的一个疾病 那刚好在我们临床上呢 可以最近在发现得到的 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文献里面 所讨论到的过去的这个疾病呢 再稍微的这个复习了一下 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 还是需要使用到类固醇 甚至要使用到 Cycrophosphamide 或者说是其他的抗免疫的一些药物 那在台湾呢 过去的报告呢 也算是罕见疾病 所以并不是很多的案例 那这个所谓的Vegenerous 这个血管炎呢 它是属于重大伤病的范围之一啦 所以它是一个有重大伤病的 一个特殊的疾病 如果发现的时候呢 当然风湿科的临床的医师呢 可以处理 或者胸腔科医师必须要去处理 那我们今天的take home message 就是啊 风湿免疫疾病和甲状性的疾病 有连带关系 而甲状性功能可以影响到 心肺技能 甚至呢 type 1的免疫机制 那我们临床上呢 风湿免疫疾病呢 跟胸腔医学所 具有的工具 所谓的背部的脉冲震荡呢 所检查的结果呢 可能是我们临床医师呢 特别有兴趣 以后可以做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好 那就是以上我们的内容啦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朋友们 OK